原來加拿大安生又好好食的我Jimmy 好今天帶大家來到Banggok Garden 這裡吃午餐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吃午餐時間 只需要24元就可以吃到他們的 Unlimited Tasting Menu 這裡的裝修很有泰國風味 我們一齊看看這裡的飲食有什麼吃 這個Noodle Bar就是其中他們任吃的一部份 他們這個泰式的湯河是自選配料的 調味方面也是任君選擇的 我就選了青蔥、魚露和有少少辣椒 湯底就是青雞湯 雞湯是滾熱辣的 這碗湯河簡簡單單 如果吃泰國餐來說 這碗湯河算是挺清淡的 配料方面我選了魚蛋和雞肉 選擇不算多 但是任吃來說我反而喜歡它 這樣清淡淡淡簡簡單單 因為吃完之後不會覺得太膩或者太滑 不會令到你太飽吃不下其他東西 這個青雞湯也挺好吃的 有少少像雲吞湯的味道 因為這碗河粉是即叫即煎的 所以雞湯就不會浸到河粉太軟 我覺得這碗湯河真的不錯 接著就看看這個unlimited tasting menu 還有什麼其他東西吃 接著吃 第一轉就拿了春捲 Veggie Nugget 炸雞翼和Pattai 那個Veggie Nugget 其實是Polyflower 做的 雞翼的皮很脆 裡面的雞肉炸得很汁 雞肉不錯 Pattai 酸酸甜甜一點都不辣 第二碟呢我就試一下他們的 泰式辣魚和黃咖哩雞 我就選擇了用白飯來鬆 好香喔 那個魚煮得很軟 有丁丁辣 有很香的椰青味 好香喔 那個黃咖哩 它就算比較清淡 就不會說很辣 我喜歡它不會辣到吃不到雞的味道 那就是素飯一流 嗯 跟著這一段呢 我就拿了一些紅咖哩蔬菜 泰式芒果雞 就配泰式炒飯 說好老實話 他們用的米是泰國的香味很漂亮 腦感很好 很喜歡它的米飯 紅咖哩的野奶味和椰汁味 就多過黃咖哩很多 因為很香 很有泰式的風味 但我喜歡它 它又不是很濃的味道 所以我們華人就比較適合 很濃的香味 很香的檸檬 那個芒果雞 它那個芒果雞 它的芒果汁都很香 芒果味酸酸微微 酸甜甜甜的味道 很開圍 每樣東西都可以送很多飯 那甜品方面呢 他們就有 blackberry蛋糕 荔枝蔗 還有炸香蕉 還有菠蘿和西瓜生果 我就當然受不住誘惑 每樣甜品都試一下 它這個芒果和西瓜很新鮮 很甜 我喜歡它的甜品 都不是很甜 其實這間飯後感 我覺得這個性格比是超高的 因為24元真的沒得輸 今時今日每樣東西都這麼貴 你找到一些餐廳 就這樣吃一個芒果 有時候都不止24元 是否叫一個菜 到24元就可以吃到這麼多東西 雖然不是什麼很高質素的食物 但是味道都不錯 我向各位觀眾極力推薦